大家好,播报一个最新的新闻 美国纽约超500名警察感染新冠病毒 3000多人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了 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截至3月27号,纽约市警察队伍中 已经有超过500名警员确诊新冠病毒 另外还有超过3000警员 有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 一份纽约市警察部门的报告显示 警队中有512人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 其中442人正式在边的警员 不是那个辅警,是正式警员 同时3月27号当天有4111名警察请病假 4000多人请病假了 占比例超过全部36000名警员的11% 而这些数字表明警队中实际感染人数可能 比公布数字还多 就是现在已经测试完的就有512人 那有大量人还没有测试的 那没有测试,那就说明他们可能是病毒携带者 所以非常危险 那在4111名请假的警察当中 3016人报告他们有类似流感的症状 这请病假的,那意思不能来上班了 因为什么发烧啊,鼻塞啊,咳嗽啊,头痛啊,一疲劳 所以这些人请了病假 一名警队内部人员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 他们之中很多人极有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 但是目前很难确认警队已经通知任何出现相关病状警察 待在家里自我隔离 避免感染更多的人 那么这个新闻呢 后续说了 本周警察,纽约市警察队伍报告了一例死亡病例 一个人,一个警队的管理员叫丹尼斯·迪克森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金斯县医院确认死亡 在警队的声明中写道 丹尼斯·迪克森先生是我们警队总部一名后勤管理人员 他的工作出色,同事们对他很尊敬 在飓风·桑迪肆虐期间 他曾经连续十七天在警队工作 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而在疫情期间 迪克森又站在了最前线 参加清理、消毒一号警察广场的工作 他的工作确保了他在警队同事的安全 因此他与警队成员才能更好的为纽约市民服务 一个这是警队给他的写的这个声明里面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首先是一个后勤人员 然后他去参加过清理一个广场的行动 那么就是说美国纽约市外病毒已经肆虐了 这个人清理完回来 现在不知道是在广场被感染的 还是在这个警察局内部被感染的 如果是在警察局内部 那实际上他是内勤人员 那警察之间就不戴口罩互相走来走去 那内部人员基本上都感染 我直接就告诉你 基本上都感染 他已经死亡了 这个人可不是老年人 这个人也是没到退休年龄吧 身体也不弱了 还是警察 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警察力量 所以这个病啊 是不是也很危险 那我看这个新闻呢 我给美国纽约的华人提提个建议啊 第一不要轻易报警 第一不要轻易报警 因为很可能啊 你被抢了 被偷了 是不是现在纽约失业率这么高 被强奸了 哎 你大多失去了什么 钱财啊 手机 电脑啊 老婆 但是你如果啊 还有对 还有真操 是不是被人枪奸了吗 你的第一次 是不是 但如果你打电话报警了 报警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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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来了 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然后呢 然后你就被感染了 你将会失去的是生命啊 我的妈呀 现在纽约警察比 比得去你什么一切的一些人 还要吓人呢 记住了 不要轻易打电话报警 但是啊 你说这也是个难题 你说你不报警吧 你看看纽约警察 已经有 三千人请假 五百多人感染 其他警察我估计也都是基本上感染 你说你不报警吧 哎呀 看来这个纽约警察 这个出勤率会越来越低 以后请假的人会越来越多 警察都被隔离了 那有些地方的治安 肯定就 我告诉大家 肯定就非常乱 非常差 敲你家门 当当当 哎呀 你说你开门是不开门呢 非常有意思啊 所以在纽约 现在就是说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级啊 最高级文明 灯塔上面怎么个生火水 慢慢享受 injoy injoy一下 海外华人呢 我觉得你们 嗯 要有自己的一个主见啊 千万千万记住 警察可能啊 他是个传播员啊 离警察也要远点 然后呢 自求多福吧 看来警察没有了 有枪的犯罪分子 反正我也吃不上喝不上了 后续会顿吗 对待你们 你们要自己努力了 就靠你们自己了 哎呀 还是那句话吧 自由美利坚 枪战每一天 自求多福 对待你